你不要用跑步的又慢慢走 陷進去 OK我就直接到中間來了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家居玩手FIFA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飛艇鐵龜流 基本上來講現在改版過後 應該有些玩家有發現飛艇是可以上去拿物資的 然後我也是因為最近有跟我的印尼服隊友 野配所以有人一直飛那邊 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會飛那裡 後來發現可以上去上面收集物資 甚至可以站在上面 然後這一集就分享一下一些 飛艇鐵龜流需要知道的知識 首先來講如果你飛不到的話 你一開始可以先往那個方向飛 因為如果說你可以直接飛到他的 那個飛艇上面的頂端的話 你就可以歸在上面了 然後現在很多玩家應該 你們會發現他在上面開槍 你沒看到人嗎 在天空上面 那可能就在飛艇上面 最近跟大家講一下人知識 然後今天大家如果到飛艇這邊要小心 因為現在玩家很多 也不一定你有辦法歸在最後 如果像這種飛艇不能直接飛上去的話 先搶物資 搶到物資以後 你要趕快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看到一個神索 這神索是可以滑上去的 要缺了有沒有敵人 靠近以後 直接按使用就可以上到飛艇的內部 內部這裡的話會顯示一個警告 就是有人登船了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物資箱 軍備箱可以開 開的話會有隨機的物品 像這一場是拿到M4 2 所以有時候你們如果是玩 排位是玩多排的話 一整隊可以來搶這個點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 你要鐵龜流的話 天時第一人和 因為有時候玩家很多 可能你還沒上去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先去搶奪 搶奪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歸這個點 這個點基本上 你從上面不能打到外面的敵人 他這裡有個透明牆 所以你就要看外面在開戰好了 你沒有辦法直接開槍打他們 這應該也是一個保護機制 然後其他玩家有沒有辦法飛上來呢 如果用滑板噴射器 我覺得是有可能飛上來的 基本上是有機會的 或是攜帶式的滑板噴射器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飛上來 然後之後可能再試測看看 然後這裡有分機尾跟機頭 機尾這裡的話 他還沒有停靠之前 你是可以直接往下跳 停靠後也可以 他會有一個類似使用滑板的動作 你就可以往下飛 然後我覺得飛艇的戰術的話 就是你看到我下面開戰看到槍點 你就可以從這邊飛下去 一整隊飛下去 然後這邊是不會摔死 這樣跳是不會摔死的 下來後就可以開始找敵人 去收掉敵人 這個是第一個玩法 就是用飛艇當作過渡旗 然後鐵龜流一下 像這場我是飛天堂島 反正有一個地雷龜在上面 然後我沒有裝至上全數 因為這個 地底服還沒有拿到查拉的技能 所以說我這邊沒有至上全數 然後反正他都想龜上面 然後一直跑 然後剛好這場呢 我有裝一個戰備是 銀火 所以呢 我被他打到殘血的時候 有點嚇到 呦 想說這個玩家蠻準的 我就不講武德了 因為畢竟要爭奪 以前都塔龜流 塔龜流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是 飛艇的 鐵龜流 好這邊我是吃營火啊 血量很多跟他打就打贏了 然後其實他有點殘念 因為沒有想到會有玩家 跑來這個地方 其實現在飛艇 有些玩家知道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些玩家很奇怪 為什麼天空人在開槍 會以為是外掛 其實不是外掛 就是玩家在飛艇內部 拿到槍以後開槍 然後讓你看到槍點 好為大家解謎 那我現在在飛艇上面的話呢 這裡其實要注意就是 飛艇停靠的時候是不會動的 可是他開始動的時候 你要一直往前走 就是會往前跑 你就會掉下去就對了 他會移動嘛 你就會掉下去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多人模式的時候呢 隊友跳這裡嘛 我就跟著跳 然後跳上來後 想看看可不可以 跑到內部裡面 然後發現這裡沒有辦法 直接到內部啊 變成說你要在停靠的時候呢 跳到下面去 然後做他的滑鎖 繩索到中間內部啊 然後這裡我剛好有發現一個 飛艇的BUG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飛艇其實 你要從頂部到中間那個區塊 也是可以的 只是這BUG的話呢 不是每次都成功啊 然後我這邊分享一下 主要來講 這邊飛艇有分好幾個 金色這個 菱形嘛對不對 菱形這個格子 你不要用跑步的 用慢慢走 然後就是 在第二格這個地方 然後有機會呢 他這BUG會把你推到 飛艇內部啊 然後你看我現在是用走的喔 不是用跑的喔 要用走的 可能會有些BUG產生的時候 你就會陷進去 OK我就直接到中間來了 中間來以後就可以撿裝備了 因為原本如果你跳 飛艇的頂端 是沒有辦法撿到裝備的 然後我用走的方式呢 有機會進來啊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剛好無人機撞到 所以你們看我無人機嗎 反正有無人機 然後我不確定是因為 無人機所以產生這個BUG 把我推進來啊 然後所以原本拿不到武器呢 變成拿得到啊 這也是我飛艇目前測試呢 遇到一個比較有趣的BUG 就跟大家分享 就原本在上面嘛 你可能拿不到東西嘛 你可能必須 去空頭星鏢之類的 然後像如果用剛好方式 在第二格的地方 用走的 走一走後呢 他就把你推進來了 你就成功的 潛進這個飛艇裡面啊 然後如果你沒有玩家 可能是其他隊在歸的話 你或許可以偷襲他們 裝個至上全數呢 還可以帶幾個回家 然後飛艇呢 可以歸到第幾名呢 基本上來講啊 如果你前面遇到很多敵人在搶飛艇的話呢 那不一定能夠歸 可能前面就會死了 所以搶飛艇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並不是大家想像的 哇 每一場都歸飛艇就好了 其實歸塔跟歸飛艇 都有一定的風險 然後這邊的話呢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物資像會重置 過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過幾分鐘啊 他就會重置 重置後呢 就可以再開啟 就可以再拿東西了 所以要養活一整隊四個人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他物資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飛艇未來會是 兵家必爭之地啊 大致上來講 到圈以後你就要下去了 然後最後一場這裡的話呢 我在測試說 從側邊跳會怎麼樣 因為剛剛從尾巴跳啊 他可以用飛的嘛 然後如果說按鍵停到定點的話 你也可以用那個 繩索滑下去 那我現在想要 試著從這邊下去 就是看能不能跳到 飛艇內部 那我裝的技能是K K的話可以持續的 補EP值 然後EP值可以裝HP 所以一直補血 這邊發現這邊跳不上去 好他停靠以後呢 其實可以走那個滑鎖啦 接下來這場我就要測試說 可以活到第幾名 就是已經先 好他飛到這個點 我就已經剩下19個玩家了 差不多玩家死光了 過半了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有擊殺術啊 所以這裡還是盡量要擊殺到敵人 降落後呢 什麼東西都沒有 要看運氣了 如果有玩家剛好發現 你可能會直接死掉啊 所以我這裡呢 就先剪裝備 然後如果你們大家想要歸這個 飛艇的話我會建議你們 戰備箱呢 就裝 營火 因為營火的話可以拉 比較多血量 然後搭配K 這樣你可以一直造成一個超強的補血啊 基本上來講 可以一直抗毒 像我現在打牌位 常常都有死光嘛 然後要抗毒跑圈 因為跑圈比較不會死掉 如果跑正中間的話 常常會被包圍嘛 然後反而走外圈 比較安全一點 可是走外圈你要有很厚的資本 就是血量要夠多啊 然後我這邊K的話就是一定會 EP值買以後直接 把它啟用成HP補血 這樣我只要一損血呢 就會直接補HP 然後當HP的EP值全部用完以後呢 就把它轉成EP啊 然後這裡帶營火 是為了讓我的 如果HP補完以後 EP沒了嘛 我會直接打營火 好這邊即將要進圈了 看到一個敵人 這場在測試說可以到去幾名 撞到一個收掉 他剛好在圈邊想進圈 血不是很厚 然後我這邊先打營火 營火呢 然後呢去補一下我的EP值 剛好旁邊有台跑車 好 雖然我們就要逃跑了 然後這個玩家非常不開心 怎麼被後面偷襲了 不用懷疑這就是FETFIRE FETFIRE常常毒血沒有人 應該任何吃雞遊戲就這樣喔 玩PUBG也是 常常毒血沒有敵人 所以呢 後面也要防禦一下 再來快要決勝了 剩下十幾個人 然後因為畢竟你如果要玩鐵龜流的話呢 你的裝備通常不會很齊全 然後要直接打決勝 現在決勝這邊剩下三個敵人 圈很小 然後要稍微低調一點 因為畢竟裝備呢 應該是不會比他們好啊 他們如果在下面是在打架的 裝備會比較好 這個點可以卡一下視角 偷看一下 然後剛剛死掉的玩家非常不開心 非常的不開心 被歸道了 現在就等他們先拼到你死我 我剩一個的時候衝上去 撿一波尾刀啊 這就是鐵龜流最卑鄙的地方 然後排位賽我基本上 平常不會用這個打法 我都是用正常玩啦 就是主多人野配啦 然後這場只是拍攻略跟大家分享 現在有這樣的鐵龜流 好最後決勝了 剩一個 這邊沒抬到 對方跳下來 直接死掉 好最後拿到第二名啊 所以鐵龜流如果要玩到吃雞 是沒問題的 就跟我之前分享的 你要從塔上面 歸到最後呢 挑戰吃雞是可以的 就差一點點了 不過還在跟大家講啊 通常你歸在上面歸太久啊 別人的裝備會比你好 所以你最後拚一波的時候呢 真的要 運氣也不錯 可以撿到一些裝備 不然可能撿不到 你最後也是會死掉啊 所以遊戲的話呢 目前很多玩法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多試試看啦 因為畢竟這遊戲要我要活下去 可以試試看有什麼方法可以生存下去啊 然後我通常也是會用正常玩法 就是跟隊友組隊 然後看到敵人就打 然後盡量還是會保分啦 不要落地層 因為落地層你要重打很多場 才能夠把分子撞回來 所以每個玩家呢 都會有非常強大的求生欲望 還要跟大家講 那個遊艇的鐵龜流啊 還是有可能在前期直接死掉啊 因為如果大家都跳那個飛艇的話呢 死亡率也是蠻高的 所以就自己拿捏一下 好今天呢就分享一下 現在新的飛艇鐵龜流啊 讓你們知道現在的玩家還有什麼新的玩法 後面會繼續分享P5攻略的情報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的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的按鈕 後面繼續分享P5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歡迎頻道玩具頻道 玩具頻道的哪一頻道 左右追求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合哪一條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游期見 掰掰